影片能够如此底气充足 离不开星光璀璨的演员阵容 片中女主角林嘉欣和十二位男士谈恋爱 其中最帅气的当属黄晓明 那最优华的是苏友鹏 苏友鹏在片中已改网约形象 扮演了一位痴迷于选秀的床人 在林嘉欣饰演的大龄美女聂冰面前 使出浑身解数 只为逃取欢心 一出场 苏友鹏就以上海滩的造型示人 力争美女芳心 虽然碰了钉子 不过没关系 咱可是表演能手 究竟参加过多少选秀比赛 听我给你第一道来 我是个职业选手 我已经参加过 超男好男真男心男梦男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甜言蜜语 那可是这位选秀狂人的杀手锏 瞧 说着说着 就把美女的芳心给说动了 戏里戏外 林嘉欣都抵挡不住这强大的语言攻势 这个戏好就好在 女主角人又漂亮又热情 太感人了 我最喜欢这戏的女主角了 究竟以上的这三位型男跟林嘉欣都发生了怎样波折的爱情故事 您不妨等影片上映时亲自去影院揭开谜底 苏友鹏模仿周润发 您觉得他的扮相还算是有心有款吧 昨天苏友鹏在一个时尚活动中亮相 他告诉记者 他特别喜欢自己在爱情左灯右行里的这个角色 至于各种缘由 还是让他亲口说给大家听吧 当天的活动中 吕宋贤 集结等圈中人士纷纷亮相 苏友鹏更是以走旧模特的身份踏上了天心台 因为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我觉得他是只是一个不一样角色的扮演嘛 对一个演员来说不是特别难 前几年在大一幕上前有动作的苏友鹏 今年连续接演了 四个秋比特 爱情左灯右行等四部芯片 频繁转换角色 在四个秋比特里面 他和几个小孩子演起了对手戏 在爱情左灯右行里 苏友鹏尝试扮演选秀狂人 这个角色是他最喜欢的 其实当初就是爱情左灯右行来 给我看这个本质的时候 这个角色是我自己挑的 其实主要是我自己不太想重复以前 只是谈 只会谈恋爱的爱情小生的一些路子吧 那我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演员 那我希望我自己没有形象的包袱 所以我特别挑了一个反差比较大的 苏友鹏在这个角色身上下了不少苦功 光是说台词就颇费了一番心思 对我来说比较难高难度的是 他的整个那个台词的写法 其实非常北京腔 所以我那时候有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 而且画很多 你知道这个神经值的这个 这个选秀狂人呢 其实很多画 那其实我画了蛮多功夫 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一些想突破的决心吧 苏友鹏坎言过了尔利君年后 他揭排星期的目标 就是突破自我拓宽记录 他叫称 这一点从他走秀时 黑白两身截然不同的造型 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是好玩 第二个我觉得自己 还是想开发一些 大家没看过的潜力 所以未来我想 会继续像那个 爱情左灯右行一样 不断的刺激大家 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吓